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佛教起源于西元前六世纪的印度 创始人是释迦摩尼佛 释迦摩尼出生于现今尼泊尔南部的王族家庭 他是一位王子 那当时呢他经常外出巡游 看到人间百姓的生老病死之苦 于是呢在二十九岁那一年 决定出家修行 寻找解脱之道 那释迦摩尼佛苦行了六年 乘到于菩提树下 在路野院初转法轮 弟子无数八十岁涅槃 佛教讲的是因缘果报六道轮回 必须要透过修行才能悟到得以解脱 那接下来呢我们来介绍佛祖石 佛祖石呢是佛陀在世时留下的足迹 那佛教徒认为参拜佛祖石呢 就如同参拜圣神之佛 可以消除无量的业障 那本馆馆藏的佛祖石 是西元二世纪灰色片岩的材质 那脚趾上的符号是印度教认为宇宙发出的第一个声音 O 那O呢也经常在佛经里出现 那脚趾下面的万字是象征吉祥 再往下呢是八吉祥中的法轮 那最下面是莲花 那在法轮跟莲花之间的三型图案 是代表着佛教三宝佛法身 佛陀诞生时呢 它是描述佛陀诞生的故事 那当时呢 释迦摩尼佛的母亲摩耶夫人 她怀孕了 那依照习俗 摩耶夫人呢要回到娘家待残 那在回家的途中 经过南平宁园 就在那里休息小气 那当夫人的手攀着无忧树的树枝时 佛陀便从夫人的右鞋出身 那一位侍者呢 在夫人的右边接住了婴儿 那我们注意看呢 诞生时的人物五官 很深邃对不对 因为呢 在当时的佛教艺术 盛行一种剑陀罗艺术 当时一代雄军亚历三大 他征服了波斯帝国 继续东征来到了剑陀罗 那随着亚历三大出征的士兵啊 有许多是雕刻工匠 那战争结束以后呢 希腊士兵便留下来 以雕刻为生 因此希腊的雕刻艺术 便开始在这个地方盛行 所以就形成了剑陀罗艺术 印度教呢 是全世界信仰人口数 第三大的宗教 它起源于古印度 有别于其他宗教的是 印度教它没有教主 没有创始人 也没有真正的起源年代 大约在西元前2000年 至1500年左右 来自高加索山的雅利安人 从印度的西北方入侵 它统治了印度 同时呢 也带来了费陀文化 与种姓制度 而雅利安人 所带来的费陀文化 又与印度当地的信仰融合 演变成婆罗门教 所以印度教的前身是 费陀教以及婆罗门教 那印度教呢 是属于多神信仰 它相信呢 夜报轮回 众济世 确信呢 要通过修行 才能真正的解脱 达到犯我合意 印度教的第一位主神 梵天神 那梵天呢 它是宇宙的创造之神 它有四个头颅 那还有四肢守备 那四个头颅呢 分别代表了四部废陀经 四肢守备呢 代表着东西南北四个方向 以及心灵 智慧 自我 自信的四个层面 匹斯奴神呢 是宇宙的保护之神 那传说 匹斯奴神 躺在大神Naga 盘闹如床的身上沉睡 在宇宙之海飘浮 那每当宇宙循环的周期开始 它就会一觉醒来 那它一觉醒来之后 就会从它的肚脐 长出一朵莲花 诞生了梵天神 那梵天就开始创造世界 而在一个周期之末 师婆神呢 就会来毁灭世界 所以呢 匹斯奴神 反复的沉睡 苏醒 宇宙就不断的循环更新 匹斯奴神呢 是印度的守护者 他的性格温厚 和蔼且理性 是仁慈与善良的化身 在印度受到教徒 十分的喜爱与崇拜 师婆神呢 是宇宙的毁灭之神 形象是三眼四壁 那可以观照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他手持三叉紧 那坐骑呢 是一只白色的公牛 叫兰迪 那师婆神呢 也是印度教的舞蹈之神 他会跳一百零八种舞蹈 有柔性与钢剑两大类型 那在一个旧时代结束时 他会通过跳坦达瓦之舞 来完成世界的毁灭 舞蹈象征师婆神的荣耀 和宇宙永恒的律动 徐克教呢 是属于近代新兴的宗教 大约在西元十五世纪末 十六世纪初 起源于印度西北部的庞泽浦神 那创始人是纳纳克 那传说呢 有一天他在湖中沐浴 得到天启 受到神的召唤 再加上呢 当时纳纳克 极度不满印度教的 种姓制度 和伊斯兰教的入侵 于是呢 他吸取了印度教 及伊斯兰教的某些教育 创立了徐克教 徐克教的信仰是一神论 主张在神的面前 人人平等 反对祭祀制度 及偶像崇拜 信仰夜报轮回 确信人要靠神的眷顾 和上师的指导 才得以解脱 本馆收藏的圣典架 材质是木贴席薄 装饰华丽 那圣典架呢 是安奉席克教经典 阿底格兰特的宝座 圣典就好像人类上师一样 受到教徒虔诚的供奉 那圣典架的蓝色布曼上呢 有用金线绣有象征席克教的符号 堪达 堪达中间的圆圈叫做 恰卡尔 那它代表是唯一的真神 环绕恰卡尔的两把弯月刀叫 可佩恩 那它分别代表神圣与世俗的权利 堪达上面的文字是 庞哲仆语 意思是高贵 象征真理的上师 那两旁有两个黄铜花瓶 它是用来圣装鲜花 表示对经典上师的敬爱 那下面有一把长剑 长剑呢 在席克教的传统中 代表着保卫真理 与牺牲奉献的精神 那长剑等同勇士一般 以上是席克教简单的介绍 欢迎您来到世界宗教博物馆 欣赏更多的文物